第四章 第四章 色欲障道章 這一章 佛陀慈悲教室 要我們深深的明白 色欲为众生的重病 我们都有罹患很深的重病 那是什么 色欲之心 但是这个色欲之心的 它会障碍真理 障碍解脱道 所以叫色欲障道章 看经文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 色之为欲 其大无外 赖有意义若使而同 铺天之人 无能为道遮矣 用这样一个辟喻形容的方式 来了解色欲障道的威力和过患 佛陀他教示佛言 爱欲莫甚于色 爱欲的危害 爱欲的束缚 爱就是情爱 欲讲的就是比较局限的讲了 就是男女之欲为主 男女之欲为主的诸欲 这些爱欲 莫甚于色 种种的爱欲之中 没有一个比色还要严重 还要厉害的了 这个色讲什么 这里就可以 比较局限的讲 男欢女爱的性欲 这个色字在这里指 男欢女爱的性欲 男女的性欲 所以爱欲就是你诸种的欲望 没有一个超过男欢女爱的性欲 男欢女爱的性欲它是最强的了 色之为欲 这一句话意思就是什么 色欲对我们众生对人的影响 叫色之为欲 影响 它的影响在哪里 这个色欲不就是正常男女 就是交合 或者就是婚嫁 传宗接代 才会繁衍后代吗 这个说鸟兽 昆虫 都是这样 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是不是 不是 它哪里有什么影响 影响什么呢 色欲影响是引人入山土 引人往三恶道前进 就是这个影响 如果没有这个影响 色欲就是非常一般的事情 大家就是都行色欲的话 没有后顾之忧了 问题色欲这种东西乃至于你想一下 它就往三恶道前进 一个这个近代哪一个朝代 好像明朝还是谁忘了 有一个做官的人 他能想起他前四世 前四世的事情 轮回前四辈子的事情 他说最早还记得最早的一辈子 四世那一世 他是一个出家人 他怎么样变成一个在家人 你晓得吗 但就因为在寺庙 身为沙门出家人 看到有很多的女众 拿踢着篮子 打扮得很漂亮 在那里走路 她就用眼睛去注意看她的身材 动心 第二世 变成犯夫走足 然后他在修 又有一世又怎么样 在第四世他就做官了 他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 人 就是 你如果有这个色欲之心 他一下就把你的道意 被毁掉 引人入三土 所以在佛顶经 佛顶经就是《楞严经》 《楞严经》它讲了 迎心不除 尘不可除 就是你迎心没有去除掉 这个尘就是三界的轮回了 你处理不了了 所以他就讲了 色之为欲 其大无碍 色欲对人的影响 就引人入三土 广大无边 巨大无比 赖有意义 这什么意思 赖 就是幸好的意思 幸亏 幸好 幸好什么呢 赖有意义 就是说 幸好有无数的爱欲 爱欲之心有无数种 对不对 你爱车子 爱钱 爱民生 爱权力 爱面子 这些 有无数种爱欲 幸亏啊 色欲 只有一种 赖有意义 幸好爱欲很多 但是色欲只有一种 若使二同 就是说 如果还有一种 赖有意义 那里还有一个意思 如果还有一种 若使二同 假如他跟色欲 一样厉害 叫若使二同 假如还有一种 欲望 他跟色欲一样厉害 诱惑力这么大 这么强 铺天之人 无能为道则已 全天下的人 无能 就是不可能 为道 就是修行成功 全天下的人 不可能修道会成功 就是还有一个东西 如果跟色欲一样厉害 诱惑力这么强 全天下的人 修行都不会成功了 所以幸好只有一个 叫色欲 你看这个色欲 他所研发的过患 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交往 这个女孩子就是很听话的 可能就是他父母亲的掌上明珠 个性温柔 情窦初开 这个新闻 男孩子交了这个女孩子以后 就把她甩掉 然后就是去交别的女孩子 这个是不是很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是不是 这女孩子是 一个很柔弱的女孩子 刚开始气得去跟这男的理论 最后怎么样 破流伞 破大那个男的眼睛失明 这女孩子父母怎么也想不到 我的掌上明珠 会把人家眼睛弄瞎 那是什么让他产生 这么大邪恶的力量 这么大嗔恨的力量 始作俑者是什么 他被色欲迷智 由色欲 再引发其他的嫉妒 嗔恨等等 那也有这个男的看起来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对不对 这个人如果没有缘境 大概一生就是老实人 虽然也没有什么大作为 但是 你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也不敢干 在以前 在我当兵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如果是强奸罪 叫什么 唯一死刑 是不是 那同修有跟我年龄相仿的 你应该还记得 触犯军阀 唯一死刑 那我在今年的军阀 回归一般的司法 但是这老老实实的男生 他如果被色欲引诱迷智 比如说他看了色情片 色情书 或者听人家讲一些 淫词会语 导致他一直乱想 会怎么样 色胆包天 一个老实人 规规矩矩 他会色胆包天 他什么事都敢干 你看这前两年 前几年 一个女老师 代课老师 女老师二十几岁 他因为在外县市当老师 因为聘的老师 租一个公寓自己住 这是不是很正常 被一个男的锁定 可能又看他有姿色 跟踪他 好像想强奸他 而趁他开门进入房间的时候 推着他的门跟他进去他的房间 好像把他闷死了 是不是 活活把他闷死 为了要强劲他 你看 怎么一般人胆子有这么大 你要强行进入人家的家门 还要把人家的女儿给弄死了 那不就是色胆包天吗 所以这个色欲 色之为欲 色欲的影响 其大无外 非常广大无边 巨大无比 不可思议 所以有人单恋 你喜欢这个男生或你喜欢这个女生 可是他对你没有兴趣 那你那个心就起起伏伏 就好像锁定在这个对象上面 他如果合你的意 他跟你的互动 他看你 跟你讲话 或他跟你的交往互动 合乎你的心意 你就是像天堂一样 很快乐 如果不合你的意 对你很冷淡 不理睬 没有回信给你 没有接你的电话 或者他跟别人出去玩 你就好像掉到地狱 想自杀啦 不吃饭啦 喝闷酒啦 这就是很多 不一定要真的有对象在一起 你就觉得就是 还没有正式成为夫妻或情侣 他的过患就成生了 那以前我在学佛听经 听经讲经的法师就讲了 就是说 这个来学佛有的人是结婚的了 结婚的就是有锁链的 这太太来学佛 脖子上就好像有铁链锁着 然后今天讲经的时间超过十分钟 就看到他的这个铁链 在那边吶 老公要我赶快回去了 无形的铁链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回扣电话就听到了 同学就听到了 疲惫叫 是几粒啦 是走到哪里 没有啦 今天讲经讲话 偏小的 叫你们法师来跟我说 什么剧情都有 那个就是锁链 我常常举例老和尚要举行火葬 家庭是什么 是监狼 监狱 感情是锁链 意思叫他放下 讲完这个才怎么样 点火 亚伯已经死在那里了 对不对 在老和尚主持火葬 拿着火把 家庭是监狱 感情是锁链 点火 意思是说 这辈子结束了 够了 你被关够久了 现在要跟佛去 让你真正的自由了 不要身体烧掉了 一缕幽魂 还认为你是张家的人 成家的人 还认为你是谁的爸爸 你的儿子 那就是角色变换而已 不要再执着的意思 所以如果学佛修行的人 他如果过得了这一关 那就像漏网之鱼 那这个情侣来 或者是情侣来 学佛 就像有情思一样 你明明这个男生就坐在这里 坐在第一排 明明他就盯着我看 在那边讲着口莫横飞 可是他那个情思就连到女生 从倒数第几排那里去 有一条丝 为什么 他心里就想我的 阿娜达有来 他坐在左后方 我现在听经一个小时 就是忍耐不能看他 就是只好看着那个穿黄色衣服 就听听听 假的要动一动 要认真 对不对 听完了以后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他就看了 看他的情思被剪断了 还是他的安安达的情思连到别人那里去了 那不得了 万一他的情人 男的女的都一样今天坐在妇幼室 情思就被门夹得都变醒了 等一下休息上厕所就要去看一看 在哪里 这个情思会越来越大条 会变成铁链 要升级 你的电脑手机都升级 你的铁链情思不用升级 这样怎么细服得了你